大呢 我當然也有他不敢吃的 你一定想不到 竟然是木瓜牛奶 看到什麼都新奇 泰國豆花妹清零台灣夜市 第一個就挑戰 臭豆腐 不像一般外國人聞臭豆腐色變 泰國豆花妹夾起臭豆腐 配著泡菜 就直接一口往嘴裡塞 很燙 很好吃 臭豆腐竟然成功擄獲芳心 那蚵仔煎呢 在泰國很辣 原來在泰國 也有和蚵仔煎類似的小吃 難怪泰國豆花妹吃得津津有味 很大 什麼小吃讓泰國豆花妹超驚呼啊 原來是夜市的招牌之一 大香腸 和台灣好友一起奮力吃完後 泰國豆花妹接著還要挑戰 大雞排 全部都很大 在台南我們都吃得這麼大 但是我們都吃得這麼大 吃了這麼多該喝點涼的了 泰國豆花妹要嘗嘗木瓜牛奶 太糟了 怎麼面露難色了 原來泰國豆花妹只習慣吃泰國青木瓜 熟的木瓜她不敢吃 雖然飲料似乎不合一 不過這趟夜市行 泰國豆花妹還是直呼 很過癮 四嶺漾四好好吃 and everything is done 年輕人黃婉柔秋容慶張顯黃明升 台報道 博言